1.5.5.6.11 5.11 接下來這款車相信台灣的觀眾朋友 對它一定非常熟悉 那就是Volvo的XC40 而且它擁奪2018年的歐洲年度風雲車 個人覺得它真的是實至名歸 因為那時候我們去那個 我們是去哪裡 西班牙試駕的時候 其實真的覺得說 哇塞這台車怎麼會 以這樣子的級距來說 它有這麼多的巧思在裡面 我覺得進來的VOVO 它的設計真的是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別的都不要說 以這台車我們第一眼看到就是這個顏色 又不是好大膽 搞不好是進鍋棚裡面最特別的顏色 對 它居然能把 以前我們覺得VOVO剛剛硬硬的 陽剛很Man 然後配上了這麼的粉色調的顏色上去以後 其實真的是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也因此就因為這個顏色柔和許多 我們看到本來像雷神之錘的頭燈 還有直撲型的大型的水箱護罩 這些特質再加上它其實是比較走方方正正路線 厚實的板件的感覺 本來會覺得這個車就是奶神在開的 但加上這個顏色以後突然之間就覺得 時尚了很多 對 我覺得如果是冠儀來開這台車 我覺得也很非常的適合 可是因為我們現場停的是Momentum的版本 個人比較喜歡R-Design的版本 這個我們剛剛有爭論過了 對 我是比較喜歡Momentum 但是因為比起來的話 R-Design顧名思義它一定更加運動 旅圈更大 然後整車的它是黑車頂嘛 配上以前那些比較傳統的顏色以後 看起來更加的動感 但是現在Momentum配起來以後呢 我會覺得整個車讓它的那個陽剛氣柔和了許多 那因為我們有看到這個車子像是板件啊 像是折線啊 甚至是C柱跟D柱那邊的那個切腳的感覺 它都是比較厚重的 那這樣子的呈現方式呢 我覺得在以前來講我們會用時尚形容它 但加了這個顏色以後 我覺得就更加的覺得它不只是時尚 而且不是男生的時尚 女生也適合 我覺得講到這個我會想到說 我們常常都習慣說歐洲車歐洲車嘛 它就會比較以設計一個工業產品為考量處罰 但是跟德國人不一樣的是 瑞典人在設計車子 甚至瑞典人在設計所有的東西 包括像家具最有名的 都很極簡化 對 它極簡 德國車也極簡 但是我覺得瑞典車更厲害的地方是 它會在中間帶一些人文的感受 就是讓你可能他們那邊冰天雪地吧 你在那種冰天雪地地方 你會更憧憬像什麼溫暖啊 舒適感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他們對於人跟車的那個 接觸的地方 他們更加的著重 可是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啊 真的是目前唯一的入選的車子裡面啊 有獲得歐洲年度風運車的 竟然是歐洲人跟日本人 甚至於我們台灣人都會覺得說 這台車好像沒有一個人會去打槍它的 對 我覺得像是 我們剛剛講的Y型設計 甚至是內裝的用料材質跟乘坐感 我們以前常常在講說 VOVO的椅子 幾乎就是所有 全世界車子裡面最好做的 對 以前可能還有一家就是Sup 但是那也是瑞人車 所以他們真的是很會做家具 除此之外呢 VOVO一直給人家安全的形象嘛 這絕對不是浪得虛名的 以現在最新世代的來講 它辦這種駕駛輔助系統 包括像車道偏移控制啦 包括主動跟車啦 這些應有盡有的 所以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 甚至在車內像剛剛有講到 像是手機的無線做充 應該叫無線充電系統 還有很多置物的小空間啊 這種很friendly 很友善的一個界面 我覺得都是它非常強勢的地方 再加上不要忘記了 它怎麼說也還是一顆2.0 污輪增壓的車子 是的 它的馬力到190匹喔 扭力30.6公斤米 0到100加速8.4秒 雖然不算是這個等級最快的 因為其實它車很重 剛剛講了很多 所以把所有東西都加上去以後 這車就將近大概一頓期左右 在這個急距是比較重的 所以它的加速的感覺呢 前面是有一點點的遲滯啦 然後加上它整體的設計 其實是比較舒適導向 雖然說像我們這種愛開車的人 可能會覺得說在彎裡面 它有點沒有那麼的 像等一下看到的X2那麼的靈活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車子 反而更適合我們一般台灣家庭 使用SUV或SUV的人 他們所想要的那種就是 舒舒服服帶著全家人一起出去玩 又安全的那種感覺 我想其實Volvo XC40 能夠入選為日本的年度風雲車 應該就是它各方面的表現 都是非常的均衡